今天我们来说说黄瓜叶片的干边 我们叫香精边 干边 全部干边 我们认为一般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缺甲肥 但缺甲肥的香精边 它是特别黄 巨黄巨黄的 第二个我们认为是缺钙 缺了钙之后它也是干边 但是半肥症状是降落反行 就是叶片瓦瓦 这样降落反行 盛量的叶片是瓦的 然后还有一个 那香精边是根系倒摔 根系不发达 然后同时温度高 温度高之后水分供应不足 水分还没到边的时候 它也蒸发掉了 这个表现就是水分供应不足 人说营养供应不足 那黄瓜在哨部加花 花就在哨部 接着在哨部 所以这个香精边 我们判断的都是根系落 然后水分供应不足 还有一个是香精边是汗的 一般我们汗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一般认为根系落 所以这个我们 拔拔根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原因 看一下 这么大一个黄瓜 根特别小 没根了 也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根系 吸出的水肥不供应这个植株 所以说出现香精边现象 虽然说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解决呢 有一个方法 充身根系 中文 Cincinnati 中文字幕红 zero 中文字幕游戏 中文字幕见赖